2007年的秋天 宋永从地里边干活回来的时候 手里呢 多了一本小册子 家里没别人 只有他老婆正在做饭 他们本来啊 还有一个女儿 高中上了一年半 不想再读书了 跟家里大吵了一架之后 趁着一天晚上偷偷背着包 说去城里打工 之后的半年杳无音讯 只托同村的回来传过一次话 说他过得很好 让宋永两口子不要担心他的安全 别的就什么都没了 甚至连电话都没留一个 宋永又气 又拿女儿没办法 从那之后 家里就只剩下了 他和老婆两个人过活 吃饭的时候 宋永老婆才注意到了 他放在手边的这本册子 黄色的封瓶 上面画着一个五彩斑斓的人像 老婆就问他 这是啥呀 汪河那边啊 新建了一个庙 人大师来传法 也给了我一本 你还懂这个 宋永十字不多 上过两年小学 只有勉强能写出自己名字的文化水平 他老婆呢 文化水平倒比他还高一点 据说以前还是个读书的好苗子 可惜家里穷 没能继续念下去 年纪轻轻 就被宋永用一辆自行车装的碎票子和两头小猪做彩礼就取回家了 宋永呢 也不生气 闷头吃着饭 嗨 听他讲了几句 挺有意思的 心里啊 没那么烦了 老婆呢 也不说话了 他知道 因为女儿的事情 宋永心里 一直憋着火气呢 吃了一会儿 宋永忽然说 过两天 庙里有个大会 大师给我们讲经 我准备去听听 农村里没什么娱乐活动 不是农忙的时候 晚上的男人不是凑在一块赌牌 就是去镇上喝酒找乐子 宋永老师 是个闷嘴葫芦 不好这口 成天的就在家里看电视 老婆觉得 他去庙里听听也挺好 怎么也都算是个文化活动 过了两天 宋永准时去了庙里 讲经的时间呢 出奇的长 一直到了晚上十点多钟 老婆才在家门口 等到了宋永 宋永呢 拎着一个金灿灿的牌子 还有几本书 身一脚浅一脚的 从小路上走了回来 老婆问他听的怎么样 他竖起大拇指说 大师是高人呐 指点迷津呐 这都是些啥玩意儿啊 庙里送的 说我是有缘人 捐了点香火钱 然后大师啊 亲自送了我经书 还有这块牌子 保平安的 让我挂在床头 我听人说了 灵验得很 老婆呢 就觉得不太对劲 你捐了香火钱 你捐了多少啊 不多 就两百 宋永啊 摩索着金牌 是爱不释手 老婆想说什么 犹豫了一下 话到嘴边 还是咽了回去 宋永平时呢 很节俭 别说两百了 就连二十块钱的衣服 都不舍得买 整天穿的就是那件 灰不扑朗的老头衫 他想不通 那大师到底有什么法力啊 能让宋永心甘情愿的 捐出这么多钱呢 但自从女儿走后 他还是第一次 看到宋永这么开心 他没舍得打断宋永的兴致 宋永呢 头也不抬的就说 你下回也该去听听 大师说了 让我回头啊 带着你一起 我不去 为啥啊 宋永终于把目光 从金牌上头移开 看向了自己的老婆 还家里事多 哪走得开呀 我没这钱功夫 你去听听 回来跟我讲 也是一样的 娘们就是这样 头发长 见识短 宋永呢 也没太往心里去 他所有的注意力 都重新回到了那块金牌上 大师可真是高人 高人 庙里讲经 不是每天都有 只有每周二和周六的晚上 各有一场 平时大师不在庙里 而是云游四方 开画信徒 宋永耐着性子 等了两天 好不容易挨到了周二 天还没黑 就早早的从田里回来 把农具一放 就张罗着要洗澡 老婆一边收拾农具 一边嘟囔 好端端的 臭美啥呀 你懂啥呀 这叫沐浴更衣 沐浴是啥意思 你明白不 大师上回说了 新城才灵 宋永越来越觉得 自己老婆没见识了 我看呀 你跟大师过去得了 老婆嘴上抱怨 手里却不含糊 三下五除二的 烙好了饼 把菜也炒好了 端上桌 洗完赶紧吃 吃饱了再去 宋永很快 洗干净了 吃了几口饭 总觉得兴奋难耐 干脆拿了个袋子 把饼和咸菜装上 扭头就出门了 哎 你发什么神经啊 吃不安心 我赶紧去 去晚了没位置 饿了 我路上吃 宋永头也不回的 摆了摆手里的袋子 跨上了院子里 那辆骑了八九年的 破旧摩托车 刚坐上车 一拍口袋 匆匆又下了车 钻进了屋里 又咋了 忘带钱了 带啥钱呢 进庙里不得给人大师 香火钱呢 给少了就是心不成 佛祖啊 就不保佑你 你上次不还是说大师不信佛 信那个什么 什么神来着 还管他什么神呢 都要香火 任大师 能白白给我们讲经啊 宋永把一个信封揣进了兜里 那是他们放在卧室床头柜子里的 老婆眼尖 一下子就丑重了 哎你作死啊 把家里钱全带走干嘛呀 村哲里不是还有呢吗 宋永难得赶在经济问题上 跟老婆顶上这么一回嘴 而且我就是带着 又不是全全出去 老婆还想骂他 可宋永快手快脚的上了摩托 一踩油门 滋溜一下子 就跑远了 宋永啊 果然没有说谎 晚上回家的时候 老婆第一件事 就是检查了他的信封 还好 原本装的三千多的信封里 真没给他捐光了 好歹 还剩下了五十块钱 之后的那几个月里 宋永家里大大小小的地方 都能看见大师的影子 黄布金牌蒲团经书 宋永每天晚上只要一有空 要么就是去庙里听讲 要么就是一个人坐在床上 练所谓的功 大师告诉他 这种功如果练成了 就能超脱人世间的苦恼 永登极乐 再也不用受任何苦处 只有灵魂永恒 无尽欢喜 只是这种功练起来很难 不仅身体上要勤奋 心理呢 更要成 宋永听不懂就问 什么叫心成啊 大师笑了笑 背着手 不说话了 宋永的眼珠子是转了又转 最后落在了大师旁边不远的木捐箱上 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开悟了 什么叫心成 就是要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神明 奉献给大师 大师见他这么上道 如此可教也呀 也很欣慰 跟他谈了之后 背着别的信徒 偷偷摸摸的告诉他 其实这种功法呀 还有别的神庙之处 如果练到大成 不仅你自己得到 甚至可以伏击家人 带着他们一起去极乐世界享福 宋永一听 眼睛层冷一下就亮了 大师 我有这个资质 练到大成吗 呃 这个 你的资质啊 不算上架 关键是入门太晚了 实在可惜啊 宋永一听 肠子都毁清了 他觉得 他就不该在村子里 荒废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 如果早知道的话 十六岁那年 他就背着包离家出走 去找大师磕头拜师了 但大师啊 话风一转 不过 你也不是没有好处 整个十里八乡 就你的心是最成的 听大师话里留了余地 宋永赶紧恳求大师 大师给我纸条明路吧 大师还真给他指了一条路 不过这条路 却给宋永家带来了血光之灾 到底怎么回事呢 宋永啊 让大师给他指一条明路 大师琢磨了半天 这才低声问他 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还要带几个家人上路呢 宋永刚想说一个 忽然顿住了 犹豫了半天 才嘴唇微微颤抖 一咬牙 用手指比了一个二 大师目光之中啊 似乎有不满的神色 不知道是嫌这个数字太少 还是太多 最后还是吐了口气 给宋永递了一个小药包 宋永认得 他呀吃过几次 每次吃完之后不久 就觉得浑身发热 脑袋格外的清明 整个人就跟灵魂出窍似的 飘在半空之中 俯瞰着自己的身体 那种感觉又荒谬又真实 大师告诉过他 这种状态就叫做阳神出体 是非常难达到的修为境界 只有吃了仙药的人呢 才有机会感受 在这种状态下练功效果是平时的十倍 药包难得 大师每回只给那么一两包 都是给讲经结束之后心最成的信徒 大师告诉宋永 以后这种药每半个月来找他拿一次 定期吃 他还跟宋永说了 我看你是个实在人 发了善心 愿意度你出苦海 宋永是感激涕零 恨不得跪下来 抱着大师的大腿哭一场 那一天 他捐出了四千七百块钱 是他攒了半辈子 剩下来的所有的私房钱 过了大半年之后 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宋永的老婆 因为这事跟他狠狠的吵了一架 宋永呢 也自知理亏 也不还嘴 坐在床头 玩着手里的佛珠 就来一个充耳不闻 老婆看他这样子更气了 你装什么闷嘴葫芦啊 你有本事倒是说话呀 捐钱的时候这么爽快 你这时候哑巴了 宋永呢 微微侧过来半个身子 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着 宋永 你说说 我进你家门十几年了 买过几件新衣服啊 要过什么金首饰玉镯子没有啊 村里人哪家媳妇 不是穿金带银的 就我一个 天天跟你上康下地吃苦干活的 我图个什么呀 不就是图个安稳日子吗 老婆越说越急 想起这些年的委屈眼眶都红了 你看上我那会儿都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倒是说呀 男子汉大丈夫一个拖没一个丁 你自己说过的话 自己给狼狗叼去吃了 他说的倒是没错 年轻的时候 他又能干活 身材高挑 长得也漂亮 县里看上他的人价 不知道多少呢 只可惜他家里不争气 除了他一个长姐 下头三个弟弟 个个都是娇生惯养 宠成了混子 家底掏空之后没办法 只能把他嫁出去 换聘礼钱 他对父母逆来顺受了十几年 唯独这件事上咬死了不松口 他说了 如果他看不中的 娶他回去当晚 他就把自己吊死在房梁上 他性子裂 从来说到做到 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 这么一闹开来 附近还真没几个 再敢上门提亲的了 只有宋永一个 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 却在收了一年的粮食之后 卖了钱 用筐装着一袋子碎票子 就堵在了他家门口 岳父岳母 开价彩礼两千块 宋永的筐里只有四百来块 他憋红了脸 说欠的 以后每年给 只有一个要求 岳父岳母 要当场立个字句 把他许给自己当老婆 别人哪 是见色起义 宋永呢 却是从小暗恋多年 他跟老婆从小就认识 一块放羊 一块读书 一起辍学务农 还甚至一起去看过一场 村头供应的电影 他个子不高 家里也没什么钱 本来自残行贿 从来不敢说 但听人说 这家缺钱 准备卖女儿 一着急上了头了 咕噜咕噜 灌了三两酒 骑着自行车 带着钱就冲了过来 岳父岳母没答应 他老婆呢 却自己从屋里走了出来 说可以答应他 但是如果结婚之后 他觉得这是花钱买来的媳妇 对他不好怎么办呢 宋永当场是赌咒发誓 结婚之后 老婆说一不二 除了天大就是老婆大 管钱管事 我心甘情愿 就这样 宋永带着一筐钱 去了老丈人家 换回了一个 坐在自行车后头回来的 漂亮老婆的故事 这故事啊 一夜之间 传遍了附近的村子 婚后十几年 宋永还真就是这么做的 他不爱说话 每天就是务农干活 家里一切 都交给老婆操吃 他老婆呢 也真是能干 把一个小家 收拾得井井有条 没几年 还盖上了小屋 生了个女儿 和和美美的 村里人都羡慕 说宋永这哪是娶媳妇啊 是赚了一个金人回家了 可唯独这次 宋永食言了 看老婆红了眼 宋永呢 也终于闷不下去了 我也是为了咱们家好 人大师说了 大师大师 听到宋永嘴里还念叨着大师两个字 老婆这火呀是不打一处来 再也不愿意多跟宋永说一个字了 抹了一把眼泪 气得去院子里边摘菜去了 宋永坐在床头 看着老婆进了院子里 犹豫了半天 最后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药包 倒了一点里头的白色粉末出来 用水冲进床头的糖瓷杯里 一仰头咕噜咕噜的就喝下去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在宋永的记忆里 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他很少在下地务农了 每天不分白天黑夜就躲在卧室里边练功 饿了就去厨房里边随便找点吃的 他从小在村子里长大 不讲究 什么萝卜黄瓜 洗洗就能生吃 只要填饱肚子 让他能继续练下去就行 每半个月还是得去庙里一次 去跟大师呢领先药 宝贝不能空取 每回过去总得捐点什么 起初时候是捐钱 后来没钱了呀 就偷家里的存折 直接给大师转账 连存折都用完了之后 把摩托车都给卖了 每回去庙里都走着去 他反而更高兴啊 觉得这样虔诚啊 甚至恨不得 跟经书里写的那些信徒们一样 一路是三跪九寇 磕头到庙门 他还真试过一回 不到五十米距离就放弃了 太疼了 还是走着去方便 就因为这事儿 他这心里啊 还忐忑了好几天呢 不知道神会不会怪罪 他觉得他不够诚心 老婆呢 早已经跟他闹掰了 当他发现存折丢了 里面的钱都被宋勇取出去 捐了之后 他就气疯了 逼着宋勇带他一起 去庙里把钱要回来 宋勇跪在地上 求他别去 可是呢 他不依不饶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家里的钱讨回来 宋勇被逼急了 一辈子听老婆话的他 第一次站起来 狠狠地给了老婆一巴掌 老婆呀 这一下子就被他打懵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宋勇啊 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女人就是这样 当这心真正死了之后 没哭 没闹 肿着眼睛背上包 当天晚上就回了娘家了 娘家呀 她几年都没回去过了 宋勇打了老婆 心里边也慌乱 可不知道为什么 耳边呢 似乎又传来另一个自己的声音 觉得打得好 谁让他扰乱自己修行呢 正好女人走了清醒 等我练成功法 带你一起去极乐世界享福的时候 你自然就知道我的好处了 这个声音呢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自从吃了大师给了仙药之后 就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 第一次的时候还吓了一大跳 赶紧问大师 大师很惊喜 哎呀 真是太好了 我告诉你吧 这是你修炼出来的原因啊 整个庙里的信徒 你是第一个达到这种境界的 宋勇又兴奋又骄傲 从这以后对大师更信服起来了 随着吃的药越来越多 练功越来越勤 这声音在耳边出现的也越来越频繁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忽然有了一种感觉 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也就是这个声音 他开始分不清谁才是宋勇 谁才是原鹰了 就在这时候 终于他所有能捐的钱物 也全都捐干净了 除了这间房子和他承包的十级墓地 老婆赶回家的时候 宋勇呢 正趴在地上 翻箱倒柜的 找土地正的屋里是一片狼藉 他老婆 咱们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回来 却是走上了黄泉路 到底怎么回事呢 宋勇的老婆赶回家的时候 宋勇呢 正趴在地上 翻箱倒柜的 找土地正屋里是一片狼藉 宋勇 你干什么呀 宋勇已经不太能回话了 转过身来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老婆看 过了半天 才从喉咙里边憋出俩字来 赵正 做梦吧你 老婆从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衣柜里 掏出一件棉大衣 熟练地拆下内袋 从内胆的家层里取出了一个红通通的本子 宋勇 我告诉你 家当给你败光了 成 但是咱们这个家 现在就剩个房子 跟着点地了 你要是想把这些都给人 成 你拿刀砍死我 从我尸体上出门 他把土地正 往身上一揣 搬了个椅子 就坐在门口 瞪着宋勇 已经受得行销 鼓励不成人形的宋勇 脑海里面是翻江倒浪 眼睛看着老婆 却又像是看不见老婆似的 两只手都抖了起来 他就这么趴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 忽然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 夺门而出 他也不知道自己 是怎么一口气 跑到庙里的 大师正在庙里诵经 看到宋勇进来 眉梢眼角都是喜色 你把正带来了 他扶住宋勇 语气显得很关切 宋勇连连摇头 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我老婆 回来 他不让 我不敢 大师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他把宋勇扶着 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 给他泡了一杯茶 宋勇的脑袋啊 已经疼到像是要炸裂开来 他隐约看到 大师好像在茶里 冲了点什么东西 可他已经顾不上了 茶杯入手一饮而馨 喉咙干的像是要裂开似的 我给你算过了 其实啊 你老婆就是你命里注定 要咳死你的那个天煞孤星 宋勇手一松 茶杯筐汤掉在地上 碎成了几片 你这个功啊 已经快要圆满了 就差着最后一劫 老天注定安排 你要是把证捐出来 就彻底大功告成 去极乐世界了 但是这个天煞孤星啊 就是魔头 就在命里刻着你 不让你成功 要把你牵绊在这人世间呢 所以 你要跟这个魔头做抗争 你只有战胜了他 你才能真的圆满 你 明白了吗 这一天呢 深夜的时候 宋勇回家来 他们家呢 是一间灰黄色的泥砖小楼 沉默的 屹立在一望无际的农田边上 宋勇的老婆呀 只是短促的哼了一声 随之而来的 是菜刀剁在骨头上的顿响 血水从破裂的皮肉中 飞溅而出的 像是泄气一样的扑扑声 还有重物坠地的闷响声 以及男人 微微喘着粗气的声音 鲜血在半空之中飞溅开 宋勇的目光空洞无神 像是机械似的 一下又一下的 举起胳膊 然后砍了下去 空气之中 渐渐弥漫开铁锈 混杂着腥臭的刺鼻气味 似乎只有院子里边 本该早熟睡了的那只土黄色的老狗 闻到了屋子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不安地低吼着 拽动铁链子 哗啦啦地在那响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嘶哑一声 门终于打开了 宋勇站在门后的阴影里 身上已经被浸透成了一个血人 他的左手拿着一把卷了刃的菜刀 右手踢着一个被染红了的小本子 他表情呆滞的慢慢走了出来 甚至忘记了眼上房门 微弱的月光照入屋里 依稀可见 阴影中露出的一件白皙的手腕上 溅落着几滴刺目的鲜血 他的后面是一团已经不成人形了的肉体轮廓 第二天法医赶到的时候 花了很长时间 才将这堆已经如同烂肉一样的尸体 鉴定出结果 三十七刀 手脚都断了一大半 脖子只剩下了一层皮肉 还和躯干连着 身上找不到一块好肉了 可是这时候的宋勇啊 没有半点杀人之后的紧迫和慌张 可他的神色呢 也算不上从容 他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一步两步 慢慢的走出了家门 从踏出房间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好像忘记了 他刚刚才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2016年 一个秋天的早晨 北盲呢 带着范衣 在监区里边巡逻 那时候北盲刚到十三间区没多久 对犯人整体情况还不熟悉 尤其是几个康复犯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精神病犯 所以呢 每次轮到北盲值班开号门的时候 都习惯第一个把范衣戴上 一个个监房走一遍 向他询问情况 康复犯和普通犯人不关在一起 而是住在监区最东边的一片隔离区域里 单独服刑 宋勇他们呢 四人一间 每一间呢 还配备了两个普通犯人 用于直岗和管理 北盲一间一间的打开监房门 范衣站在身后 介绍着里边的情况 到了416的时候 北盲站在门口 没有刷卡开门 而是张望着里面的情况 这个监房 是北盲最好奇的一线 里头关着的病人 都是和精神分裂有关的 类似的书和电影看多了 就总想近距离的 观察这些病人的真实现状 犯人抱着本子 跟北盲一一的介绍 这几个最近表现都比较平稳 能吃能睡的 不犯病 就是这个宋勇啊 有点亢奋 北盲呢 记得这个叫做宋勇的犯人 在入监登记的体检表中 病争那一栏 其他犯人无非是人格障碍 精神分裂 精神发育迟滞之类的 只有宋勇的病名格外的长 叫做因封建迷信邪教信仰有关 导致的精神分裂 北盲还是头一回看到 连病因都写在上头的 北盲呢 留意过宋勇几次 就一个普通人 头发呀 白了一大半 经常拱着腰 坐在床边 嘴里神神叨叨叨的念着什么 他的罪名是故意杀人 刑期呢 北盲也不太记得清楚 已经服刑六年多了 但是啊 是今年刚从别的监狱调过来的 据说在原本监狱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导致这个犯人精神极度不稳定 为了安全起见 才干脆给他换了一个监狱 北盲随口就问了一句 亢奋啥呀 还是老样子 整天抱着他老婆的照片 念念叨叨的 逮谁给谁看 说他老婆在家里 等他回家呢 问人怎么才能出去 北盲脑海之中 浮现起宋勇的档案 下意识的脱口而出 他哪来的老婆等他回家呀 他老婆之前不是让他杀了吗 范姨之前不知道这事 猛的瞪大了眼睛 转过头来看着北盲 北盲呢 也回头看向他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北盲这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多嘴了 这空气之中啊 突然多了一丝尴尬 过了一会儿 北盲这才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再说说 他还有啥表现呢 也没啥 就是喜欢捧着他老婆的照片 然后说多好多好 他怎么去他老丈人家 用一筐子碎票 换来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 说他老婆做饭又好吃 收拾家务又能干 长得也鼻挺漂亮 村里没有不羡慕他的 他还说 他老婆经常给他写信 说等他回家 再给他做好吃的炸春卷 他天天就盼着回家见老婆呢 反正 就我们之前也奇怪啊 他说的这么好 可从来没见他老婆来看他一次 也从来没见过他老婆写的信 老王啊 诶 郑队 您说 刚刚我那话 一个字都别传出去 听见没有 是 您放心 我肯定 他是别的监狱调过来的 我现在估摸着 知道发生啥事了 如果他受到啥刺激 发病了 我跑不了 你的剑行 也别想要了 懂了吧 郑队 我明白 您放心 准烂我肚子里边 行 下一件吧 北盲说着 刷开了这个监房的门 准备再去下一件 临走之前 北盲阴差阳错的 往里头又看了一眼 正好看见宋勇 坐在床边上 手里捧着一个本子 不知道正在看什么 阳光啊 从窗户照进来 照在他的侧脸上 他的眼神格外的平静 嘴角带着笑意 不知道在回忆什么 只看到他的手指 轻轻的在本子上摩缩着 像是在做着一场 永远醒不过来的美梦 其实关于宋勇的故事 北盲犹豫了很久 不知道该怎么介绍给大家 他在监狱里边啊 其实没有任何故事 宋勇就是这么一直沉默的扶着形 毫不起眼 整天捧着那个夹着照片的破烂笔记本 北盲跟宋勇之间发生的唯一一段故事 其实就只有刚刚咱们说的 当时北盲说完话之后 整个后辈都是凉的 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这可能是北盲 这么多年工作以来 最致命的一个事物 北盲甚至不敢想 如果让一个精神病人 得知了真相之后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尤其是有上个监狱的前车之鉴 得亏啊 这范一也是个明白人 把减刑看得比一切都重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守口如瓶 什么也没有说出去过 当时啊 只是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 其实啊 也没什么可记录的 然而藏在对话背后的真相 又让北盲事后越想越觉得惊悚 宋勇的档案特别的厚 别人的档案可能十几页纸 装在空别的档案夹里 清清楚楚 可是宋勇的档案 几乎是塞满了一整个夹子 还差点装不下 里头满满的都是各种口供叙述 甚至还有一审二审的不同的判决 里面呢 还有被抓的大师的字数 和关于那个农村传播邪教 和诈骗案的案卷 北盲就是从这些支离破碎的资料里 才一点一点的还原出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宋勇又到底经历了什么 宋勇啊 在长期服用那种不知名的药物之后 再加上邪教的洗脑 已经有了深度的精神分裂 在杀死妻子之后 他走出家门 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进监狱 他几乎成了一个老年痴呆 只记得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些往事 每天活在回忆和幻梦里 无法醒来 就这样 过了一年两年 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也不知道宋勇 还有没有醒来的机会 也许永远不醒过来 对于宋勇来说 才是最好的结局 唯一让北盲觉得 有少许遗憾的是 直到北盲离开监狱为止 也从来没见过宋勇 有任何的家属 去接见过他 最后啊 我想起来了 宋勇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 不知道他的女儿 这辈子还会不会原谅自己的父亲 也不知道 在宋勇的脑海之中 还有没有这个女儿的记忆 各位好 我是惊喜小旋风 应网友点播 咱们来说一下 西安宝马彩票案 这号称啊 当代第一起案 案中有案 曲折离奇啊 充分的暴露了 人性的丑陋和奸诈 这件事 要从2004年说起 3月25号下午4点 农村小伙刘亮 爬上了西安题材销售处 门口的广告牌 威胁 说要跳下来 要自杀 引发了大量群众围观 他为什么要自杀呢 陕西题材中心刚刚通知他 前两天他中的彩票 作废了 奖金一分也得不到了 题材中心还警告他 说他拿的这张中奖彩票 是伪造的 我们已经交到国家题材中心 鉴定了 证据确凿之后 刘亮 你要负刑事责任 刘亮中的是什么奖呢 陕西省极开型体育彩票 特等奖 包括一辆宝马和12万元的现金 总价值啊 60多万 本来满心欢喜 等着领宝马领钱的刘亮 现在听题材中心说 不但钱跟车没了 你自己还可能被抓 刘亮受不了 这精神一下有点崩溃了 情绪激动 爬上了广告牌 准备用极端的方式 证明自己的清白 两天之前 也就是2004年3月23号的上午 17岁的刘亮来到西安市东安街的题材销售现场 现场热闹啊 人过一万无边无眼 而且是红旗招展彩旗飘飘 大家情绪都很高 在那买彩票 现场刮奖 这是当时啊 非常流行的一种抽奖方式 集开式彩票 彩票的主办方呢 会租下一块空地 把奖品还主要是用于展示的汽车呀 摩托车呀 各种大电器摆在主席台上 就让彩民们看着 这些汽车 这些电器 有可能就是您的 您买了彩票 刮开 这上边的图案 如果和中奖的图案一样 当场您就能把车开走 这种宣传的效果是非常有效的 看到这场景啊 农村的小伙刘亮也来凑热闹 买了十块钱的彩票 刮开其中一张 赫然出现了草花K的图案 什么意思 这个草花K意味着刘亮中了一等奖 有机会上台进行第二轮抽奖 如果再重 就能得到特等奖 宝马汽车和12万元的现金 刘亮被请到主席台上 工作人员呢 拿出四个信封 上边分别写着 一 二 九 十 刘亮 挑了写着九的那个信封 在西安市新城区公正处人员的监督之下 刘亮 从九号信封当中抽出了一张纸 上面赫赫然写着两个大字 宝马 刘亮 这个年轻的农村小伙子 中了宝马 那十二万元现金 也是他的 特等奖的得主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他戴上大红花 跟着这女模特啊 坐上轿车 在西安市里边 巡游了三个小时啊 为极开式题材 做足了宣传 配合题材中心巡游完毕之后 刘亮呢 美滋滋的回到家里边 就等着去题材中心 兑现宝马和奖金了 直到这通电话的到来 把刘亮弄得崩溃了 一怒之下爬上广告牌 要自杀 他的这个举动啊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西安的老百姓 众说纷纭 有的怀疑啊 就是题材中心作假 3月26号 陕西省题材中心 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 经国家题材管理中心鉴定 刘亮所持的草花K 是由草花2 土改而成 是假彩票 这次中奖结果 作废 3月27号啊 刘亮也针锋相对 在家里边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他表示 题材中心手里那张 所谓的假彩票 绝对不是他当初购买的那一张 就在同一天 陕西省题材中心主任 贾安庆 接受了焦点访谈的采访 他表示 题材中心已经报案 并且 彩票的信誉 就是我们的生命 以人头担保 题材中心没有作假 他听说 刘亮在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 贾安庆表示 刘亮所持中奖彩票 是假的 不管是他作假 还是别人作假 他拿这张假彩票领奖 就是诈骗行为 我奉劝当事人 尽快的投案自首 另外 一些律师想要出名 为刘亮去辩护 最终也会身败名裂的 一席话 说的是铿锵有力 有理有据 但是 刘亮坚称自己没有作假 如果作假 那也是你们题材销售的人员作假 那是你们卖给我的这张彩票 于是 他反诉西安题材中心 接到西安题材中心报案之后 西安的警方决定找到这次彩票销售的负责人 孙承贵了解情况 但是尴尬了 在了解完情况之后 孙承贵失踪了 这让公诉机关一下没了证人 证明刘亮伪造彩票的证据不足 证明刘亮没有伪造彩票的证据也不足 与此同时 宝马彩票事件不断的发酵 刘亮的身边呢 也聚集了一个律师团队 要对他进行法律支持 同时包括央视等等各大媒体 纷纷来到西安进行调查 央视的调查结果 是西安的极开型彩票销售 其实早就被承包出去了 组织彩票销售工作的承包商 杨永明是浙江湖州人 之前长期为陕西省题材中心 提供中奖的奖品 通过这层关系 他和陕西省题材中心 上上下下都混得很熟 1997年 他开始承包陕西地区的 极开型题材发售工作 孙承贵就是他的手下 压力现在被传导到西安的警方了 4月下旬 西安警方开始彻查彩票销售的整个过程 一查就有问题 这次开奖 共销售彩票1700万元 产生了四位宝马大奖的得主 他们分别是 3月20号中奖的四川人杨小斌 3月22号中奖的陕西汉中人刘晓丽 3月23号中奖的刘亮 3月24号中奖的河南宜阳人 警方核查杨小斌的身份和户口信息 发现完全不相符 而王军的身份证少了一位数 两个人所留的电话也都是空号 唯有汉中人刘晓丽 却有其人 警方就决定先找刘晓丽 去了解情况 在询问他之前 调取了他的通话记录 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在3月22号中奖之前 刘晓丽和孙权贵之间 有大量的通信往来 一个随机的中奖者 怎么就这么巧 正好和负责彩票销售的孙权贵 他就认识呢 警方很快找到了刘晓丽 但是他坚称 中彩票完全是凭的运气 对其他的事情一无所知 而且没听说过孙承贵这个人 之前央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警方一看 咱都别绕圈子了 打开天窗说亮话 来你瞧瞧这个 你跟孙承贵的通话记录 都在这儿呢 看到通话记录 刘晓丽一下就傻眼了 知道瞒不住了 问什么说什么 原来啊 刘晓丽通过表妹和彩票销售负责人 孙承贵相识 孙承贵呢 拿出两千块钱 请刘晓丽到西安去做个宣传 并且呢 提前给她准备好了草花K 刘晓丽就是凭着这张草花K 进入了第二轮的抽奖 并且在孙承贵的暗示之下 挑选了藏有宝马字样的信封 从而中了特等奖 当然了 这个特等奖啊 跟刘晓丽没什么关系 她就只拿这两千块钱的出厂费 当期除了刘亮 其他所有特等奖的得主都是托 但是只有刘晓丽傻了吧唧的留下了真实的身份证号码 取得了刘晓丽的口供之后 警方立刻逮捕了负责彩票发行的承包商杨永明 经过审讯 大家才知道 整个极开型彩票的发售 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首先呢 孙成贵会把前一期 其他中奖者兑付过的草花K拿来交给托 让他们呢 进入第二次抽奖环节 在二次抽奖环节当中 孙成贵再拿出几个信封 其中一个信封里 有写着宝马的纸条 孙成贵会暗示托去抽这个信封 从而骗取大奖 那孙成贵是怎么知道 经过公正的牛皮纸信封当中 哪个里边有包马纸条呢 原来 中奖信封 虽然是在公正处监督下密封的 但是啊 保管者却是孙成贵的老板杨永明 杨永明有什么招啊 太简单 这东西在我手里呢 我还不知道吗 他保管的时候啊 用一百瓦的灯泡照这个信封 一眼就看出来 哪个里边有纸条写着宝马了 然后记住这个信封的编号 就可以控制谁能够中奖了 说到这儿啊 小旋讽和很多朋友一样 觉得好生的奇怪 公正处干活也太省心了 把钱收了 最后呢念一份公正文书 就算拉倒 中间没有他们的事 你完全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过程当中的公正啊 我就想起来啊 很多的商家愿意在大会堂里边搞活动 对外一说大会堂 大家对他的信任度直显得上升 可是大家不明白 花钱您就能包个厅 人家是对外有价格的 您再想维也纳金色大厅 都觉着在那儿办个演唱会 这得世界顶尖的艺术家才行 其实呢 人家就是那么一块地方 就是出租用的 您租不租 您想唱 您想唱二人传都可以租给您 民间艺术吗 还有德国的红点设计奖 开始大家都觉着 能得这个奖 那一定是世界杰出的设计啊 可是您现在看看某宝 那上边 但凡是一个大点厂家的产品 都得过这个红点奖 大家伙才闹明白 原来这个奖啊 也是明码标价的 所以各位啊 咱们在生活当中 一定不要被一些名头 所谓的名头给震住 给糊弄住 越是不是东西的东西 越爱搞这些东西 咱们说回来 公正处干活非常省心 老板杨永明对着灯一照 就知道哪个信封里写宝马了 他记住这个信封的编号 就可以控制谁能中奖 真正的抽到草花K的中奖者登台的时候 进行二次抽奖的时候 他拿出来的都是没奖的信封 那谁也抽不走这辆宝马呀 你等托上台的时候 他再把这有宝马的信封搁里边 让托来抽 那果然就是百发百中啊 您说按照这么一个安排 是吧 照理说是不会出错的 但是当天偏偏就出了点娄子 杨永明犯糊涂 记错了信封编号 于是孙成贵面对流量的时候 错误的拿出了含有宝马的信封 好巧不巧 该着他们出血 这信封又让流量给抽中了 咱说各位 流量这是什么运气呀 这么多妖魔鬼怪 九九八十一难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家就完成了 就是抽到了特等奖 那杨永明为什么要造假呢 这就得说呀 当时极开型彩票收入的分配方式 是这样的 彩票发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 以实务方式返还彩民 就是那些奖品 百分之三十五呢 是公益金 这百分之三十五的公益金 国家拿百分之十五 陕西省题材中心拿百分之八 西安市体育局拿百分之十二 还有百分之三是彩票的成本 百分之一是省题材中心的管理费 百分之十一归承包发行者所有 但是发行彩票 它是有风险的 您广告宣传 厂租 雇工 这些成本都是固定的 如果彩票销售达不到一定的数量 这承包发行商啊 也是会赔本的 咱们呢 就拿三月这次开奖为例子 题材中心发包给杨永明的 受财总额度是六千万 如果全都卖出去 杨永明可以得到六百六十万 那肯定是有的证啊 但是呢 实际上只卖出去一千七百万的彩票 杨永明收到的钱 只有一百八十七万 抛掉资金成本宣传费用 厂租这些固定的 杨永明实际上赚不着什么钱 你搞不好还得赔点 所以题材中心才要把受财的业务承包出去 毫无风险的拿百分之三十五加百分之一的收入 咱说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本的买卖没人干 杨永明自然也不会眼睁睁的赔钱玩 于是他就打起了占有百分之五十金额奖品的主意 通过以上方式的运作呀 每回卖彩票他都不用新买宝马了 这几辆宝马循环着屎就够了 大不了呢换换色可以用到天荒地牢啊 搞清楚事情的经过之后 西安警方立即决定通缉二号犯罪嫌疑人孙成贵 5月14号 孙成贵在山东微海老家被捕归案 但是被捕之后的杨孙两人呢 依然坚持认为刘亮 中奖那小伙子 他是个骗子 因为那一天确实有一张草花K是伪造的 他们俩共称 为求稳妥 所使用的草花K彩票 都是之前回收的真票 没必要用假的 在3月23号 意外的真送出一辆宝马之后 两个人愤愤不平 他们对当天一等奖彩票进行核实 结果赫赫然发现 其中一张草花K是假的 而且当天所有种过草花K的人当中 只有刘亮没有留下指纹存档 其他人呢 都按照要求按了指纹 杨孙两人一合计 认为啊 刘亮一定是做贼心虚 所以不敢留指纹 假的草花K 肯定是他的 杨永明和孙成贵 都认为那张假的草花K 是刘亮做的 他们俩决定 炸他一炸 逼刘亮放弃宝马和奖金 俩人呢 觉得这事可行 于是上报题材中心 才有了之前啊 给刘亮打的那个电话 说你宝马奖金都没了 你还得蹲大狱 要负刑事责任 警方觉得杨孙两人的说法 存在一定的可信性 事到如今啦 他们俩呀 也没必要再编故事了 但是 这张假彩票 到底是不是 是刘亮做的 还有待侦查 警方决定 继续调查 假草花K的来历 包括刘亮在内 3月23号当天 中过草花K的几个人 再次被纳入到 警方的事业当中 经过鉴定 警方发现 刘亮中奖之后 虽然没有打纸模 但是在真实的中奖彩票上 有他的指纹 因此 刘亮的犯罪嫌疑 被排除掉了 又经过逐一的排查 警方发现 当天中奖的刘先奎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6月3号 刘先奎和黄四卿 被捕归案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先奎和邻居 黄四卿 这俩人听说呀 极开型彩票 可以中宝马 于是 事先通过变造的方式 伪造了草花K彩票 并且 无巧不成熟啊 在3月23号 他们拿着这个假彩票 前往受彩现场对讲 黄四卿 变造彩票的水平 非常的高 骗过了孙成贵的眼睛 到了晚上 孙成贵核对彩票的时候 才发现有一张是假的 他跟杨永明商量之后 这不认为是刘亮干的吗 才引起了后边的一系列事件 陕西省题彩中心的主任 贾安庆 由于之前拿了杨永明的好处 所以才敢说 以人头担保 把这笑话都闹到了焦点访谈上了 不但他成了笑话 陕西省题彩中心 全国的题彩 一时间都成了笑话了 整个事件的离奇之处在于啊 如果不是杨永明 自己操作食物 拿错了信封 刘亮呢 就只能种普通的一等奖 就回家了 这一锅的脏水啊 也许永远都不会被揭开盖子 如果当时刘亮的运气不是这么好 抽取另外三个信封 没抽中宝马 那这锅脏水也不会被揭开 如果不是刘先奎和黄四卿 恰恰在当天拿着假彩票来对讲 还大大咧咧的留下了自己的指纹 杨永明和孙成贵 就不会发现假彩票 从而推测刘亮是个骗子 进而串通题材中心 意图剥夺刘亮的宝马车 杨和孙这俩人呢 如果认栽 交出一辆宝马车给他了 那这起弊案也不会被揭开 而且刘亮如果不是第一时间 采取了极端的方式 来吸引公众的注意 让整件事情啊 谁也捂不住了 这起弊案也不会被揭开 同时呢 整起案件当中 还要感谢社会的关注 感谢央视记者的采访 感谢警方认真的调查 贾主任在电视上那句 我以人头担保 成为了年度流行语 事后大家伙才知道 原来这贾主任的人头 价值13万元 5月中旬 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 关于严肃查处西安伪造 中奖彩票事件的通知 暂停了陕西省极开型体育彩票的销售 5月17号 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范围内 停止销售极开型体育彩票 小轿车前人头攒动的情景 再也不复出现了 6月4号 陕西省题材中心宣布流量所中特等奖 真实有效 并且向流量补发了宝马车和奖金 6月上旬 陕西省题材中心有关领导 还有公证处人员相继被刑拒 杨永明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 孙成贵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陕西省题材中心贾安庆受贿13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一万一年 不过好在脑袋保住了嘛 陕西省题材中心副主任张永明 受贿3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西安市题材中心负责人樊红 受贿9.4万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刘先奎和黄四卿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3年 公正人员董平因顽忽职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刘晓丽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西安宝马彩票案终于结束了 责任人受到了惩处 正义得到了伸张 小刘呢 得到了他的宝马和12万元 不过 彩票造假的问题 还存在吗 请听下一个故事